孫道淳欠稅卻能逛微風 管收兩小時籌1.2億獲釋 微風廣場少奶奶孫芸芸的老爸孫道淳 欠稅1.2億不還 卻常被蘋果狗仔直擊 和嫩妻出沒在微風 微風還是微風 等這回她踢到鐵板 被法院裁定管收 關了兩小時後 乖乖吐出欠稅1.2億 這也打破行政執行署 成立以來的紀錄 她在最短的時間 兩個小時內 把一億兩千多萬全額剿清 孫道淳因為過去擔任 太岩科技負責人 公司卻欠稅1.2億還脫產 法院上月26日開庭 她哭著說不知道公司欠稅 當晚卻被蘋果直擊 和嫩妻在微風吃冰淇淋 還有司機開名車接送 超爽的 法官11日認為 她隱匿資產裁定管收 讓她嚇得吐錢 聽到法官的一個 預支管收裁定之後 她很快速地 就跟我們的承辦執行官 表示說 她願意一次繳親 兩小時馬上逃出1.2億 不但可以回到開名車 住豪宅的生活 晚上又可以跟嫩氣 繼續逛微風了